这个反正操不看吧 这个PPT不重要 大家听我讲就行了 主要是我去年年底 刚把乐游卖给腾讯 卖了13年7亿美金 差不多是去年整个游戏并购市场交易的第二名 去年11月份的时候 我好像在咱们这个会场上讲过一次 那个当时我主要演讲的题目 就是说大家关注一下海外的游戏并购市场 我已经看到这个市场 现在在就是要起来了 所以呢今天呢我过来讲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原来写过一篇的那个 就是文章叫做中国游戏 所以他们现在就让我讲讲中国游戏 现在看你还往何处去 我大概讲一讲我的看法 然后待会也讲一讲咱们这个并购的这个事情 这个也是我最近看到的一些事实 就是跟我去年大概10月11月份过来讲的时候 正好能够吻合得上 我们先回顾一下历史 就是在我那篇文章里 其实我已经讲过了 就是中国的游戏为什么往下走 老外的游戏为什么往上走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家里头都没有电脑 老外呢不光是家里头 绝大多数人都有电脑 而且绝大多数人家里 我们最近看到的那个统计是 有一半以上的欧美家庭家里都有 console都有游戏机 那这个在中国呢 游戏机就进了13年 这还不算完 中国的电脑呢 其实普及率是非常低的 基本上普及到 尤其家庭电脑啊 基本上普及到一线城市的核心区 绝大多数这个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在家里是没有电脑 我们在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用电脑得去玩 那么甚至二线城市的电脑是二手的 三线城市电脑是三手的 那你没有硬件 你就没有办法把游戏的质量提升 对吗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我们在接触互联网的时候 中国整个的这个消费能力和消费习惯都不太好 所以基本上觉得互联网就等于免费 如果互联网上东西收费 这个东西就觉得怎么说接受不了 甭管是多少钱 要你一块钱你也接受不了 那现在已经不一样 但是当时不是 当时基本上网上所有东西 包括下载软件 包括玩游戏 一切一切东西都是免费的 所以呢我们就被迫的一定要做免费的游戏 而且免费的游戏呢 还得美术还不能太好看 因为太好看呢 三手的电脑跑不动 所以你想我们就一定往下走 对吧 那么然后我们还带来一个什么特点呢 就是我们的投资人 都是一代投资人 我讲这个一代投资人什么概念呢 就是他不是在游戏行业赚的钱 哪来投游戏行业 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 就是在欧美日本有很多二代投资人 甚至三代投资人 游戏上赚的钱返回来我投进游戏 因为我热爱游戏 但中国不是 中国到今天为止 这个岁数的人 才成为一代的游戏投资人 就是 就是差不多跟我岁数差不多的人 也就在前几年吧 应该不到十年的功夫 才开始有了二代投资人这个说法 就靠游戏赚的钱又投回游戏 反补游戏 欧美日本早都已经超过两代人了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差异 所以说呢 如果我投资一个行业 这个行业我根本就不热爱 那我肯定希望这个行业就是给我赚钱 对吧 这个就没得讲 所以那你说你是做 去欧美做三业游戏赚钱呢 还是在中国三四线城市 做免费网游赚钱呢 那肯定是往下走赚钱 对吧 那欧美为什么就往上走呢 欧美因为家家都有游戏机 隔六到八年游戏机就换代了 所以你必须得往上走 你不往上走你就out了 你还都做上一代的游戏机的产品 那你就被整个行业抛弃了 所以我就说 你如果去欧美 你虽然发现手游占了一半的市场 那个PC还占了另外一半的市场的绝大多数 但是console市场可能占到整个四分之一都不到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如果你不是一个做console游戏的公司 你在欧美基本上排不到最前 基本上你会觉得 有时候觉得你见到console 做console的人你还得低个头 对吧 基本上他们形成了这样一个鄙视链的 所以呢 我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 你们有放PPT吗 没有放是吧 我刚才第一页PPT都讲完了 现在讲第二页 就是我前些年在做什么 我前一年有一个观点 我认为欧美日的3A游戏已经做了二三十年了 我们中国人就做了20年的很low的网游 所以我们想追上去应该很难 怎么样管理几百人的大的项目 然后一做做三到五年 全都是3A的什么unreal的这个这个开发流程 开发模式我们都学不会 我觉得不是学不会 而是特别特别难 所以我觉得呢 我前一年一直做的什么事呢 我收购欧美的游戏公司 然后我教他们怎么做free to play 怎么做那个免费网游 怎么做live service 怎么又做meta game 做长线的收益 那一个游戏一次投资 赚十年二十年的钱 这个东西中国人会 老外不会 那我觉得老外学这个东西 应该比我们中国人学3A要容易 所以我就花了大量的时间 想办法去教老外做3A 我遇到什么困难呢 就是老外不愿意学 然后呢 另外一个呢 我看到的现象呢 就是好像中国人学3A 也没有那么难 这个我们再翻译一下 所以我后来最近这些年的 就是最近这些年时间的 我的一个新想法就是 我发现做事情应该顺势而为 不应该逆大事而为 所以我那些年呢 就老是逆大事 大家都在手楼上赚钱 我非得去做console对吧 这就叫逆 但是现在我回过头来想呢 就是这件事呢 叫顺势而为 就比如说我现在教你用unreal 做一个console game 那现在很多这种专业的 在游戏行业里 就是在行业里做了二三十年的 这些老鸟们 可能也已经跟腾讯网易这些大公司 拿了不少工资了 可能办财务自由 至少是有老朋友 孩子有房子有车子 那这种情况呢 在这种情况下 我跟你说 如果你跟着我来做3A的大作 不用加班 不用996 他们甚至愿意降工资 你们见过这样的吗 有的啊 所以这个叫顺势而为 就是因为这些人是玩命的 想学3A 而老外呢 我发现我要按着他们的脑袋 去让他们学free to play 他们觉得free to play 就是一个免费网游 太low了 在游戏里卖道具太low了 这个 这个网游这个事儿吧 你知道你一涉及到网游 它就带来很多问题 比如说单人剧情就不太好做 对吧 比如说 你要网络得同步 那你好多这种玩法呢 你就涉及不了 尤其是人 人一多了 好多这种人少的时候的玩法 根本涉及不了 就是那个 就是根本上不去 所以呢 你就加了很多限制给他 你这个也不能做 那个也不能做 然后你为了赚钱呢 还得要昧着良心 所以其实老外他不太愿意学 那你想你按着他脑袋学 和这边愿意降半价工资来学 你说哪个快呢 所以我觉得我学到的一个教训 就是一定要顺势而为 另外一个呢 就是一个原神的成功啊 其实给我们整个国际游戏市场 带来的冲击 其实是非常大的 可能在座的各位呢 一直都在手游市场看 或者在中国市场看 或者在海外的手游市场看 大家没有在全球 站在全球的PC console的 整个游戏行业的视野 看这件事 尤其是从玩家的角度 大家可能恨解不折钢 觉得中国人终于做了一个 挺高端的游戏 为什么还要抽卡 为什么还要用那种中国很传统的付费模式 但是我根本不是用这个眼光去看啊 我认为 我认为我的老外 我最多的时候乐游 在海外我有将近一千名员工啊 都是老外 都是欧美的人 那欧美 加拿大 英国 美国的人 我去问他们 几乎没有一个人 跟我抱怨原神的付费 就是最多有人抱怨 他这个精力系统啊 这个 反正你就是 这个 就是太快的把精力耗费完了 这个太差了 我还想多玩一段时间 都是抱怨这个啊 后来他们也改了 但是呢 我就专门去问 我说难道你们不抱怨这个抽卡吗 他说我们不抱怨啊 因为这么好的一个游戏 如果是塞尔达传说的话 我得花钱买啊 如果是原神的话 我根本不用花钱啊 我说不花钱 你不就拿不到那个新的角色了吗 他说这老角色 我得能玩150个小时啊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150个小时的三夜游戏免费送我的 我这辈子没见过 所以那很好的一个东西啊 你是那有一个深坑 但是我可以选择不往里跳啊 我觉得这样的付费模式没有什么问题啊 但有人往里跳那是他的事 我不跳不就完了吗 对吧 我觉得 其实不是因为一个游戏 有了一个付费系统 这个游戏就烂了 这不对的 有一个这样的付费系统的原因 就是存在即合理 大家一定要记住 人的心理账户里面是存在着这样一种 用随机性来付费的方式 后来我就跟我们那个做Wallframe的那个讲 我说我们每年出一个 每个季度出一个Prime的Wallframe 卖三十几个美金 对吧 这个卖法太low了 我们就应该学学原神 我们把它都切成片 然后随机放 对吧 这个没什么问题 因为你不玩 你也可以继续玩其他的啊 对吧 你也没有必要 非得去来抽 所以我觉得老外至少是认的 尤其是在console上面 你知道吗 老外一举起手柄和举起手机 你会发现同一个人啊 他的付费心态完全变了 就像我们去新浪就是看新闻 就是可能玩游戏的就少 对吧 那你去淘宝 你就觉得你是买东西 那你就 虽然你的用户全都是重合的 但是你在不同的场景下 你做的行为就不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 我已经拿起手柄 我就不太想microtransaction付费 我就想直接 我买了这个东西 然后我就长时间玩 玩完就结束 对吧 这是你拿起手柄的心态 拿起手机呢 就是一不小心就摁了个 好几个六四八 就这样的 就是老外也一样的 老外具备这样的 就是那个人性 所以我认为 有一个正常的 一个付费的一个模型 它的存在是合理的 所以我认为 我们不要把老外想的 全都是 就接受不了这种抽卡付费 这是不对的 这个原神在PS4上的 那个收益的这个比例 其实一点都不比 它在那个PC上低 甚至跟手游都可以 这个有可比性 就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这件事呢 让我就是彻底想清楚了 我认为未来呢 应该是 更多的是中国人 做游戏输出全世界 而且现在呢 它彻底的unlock什么了呢 就是一个 中国的 还没到翻片的时候 没关系 这个 翻片我会给你信号 那个 我认为未来发生 发生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现在看到的 我们行业里面 现在 我走访了很多很多公司 因为我当了那个北京 游戏动漫协会的会长 所以我就到处去拜访游戏公司 那个 因为正好把乐游卖了 我也有点时间 所以我就到处看 我发现 绝大多数做手游的公司 现在都在 我至少我见过的公司 现在都在做一件事 就是我手里如果有一款 正在运营的游戏 正在赚钱 我就用我所有 这款正在运营的游戏赚的钱 投在Unreal 4的转型上 现在所有的 做手游的这个大厂 基本上都在转型用Unreal 当然有一部分还在用Unity 但是Unity也都冲着 原神这个级别来做 然后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 就是这个 就是 开始做快平台游戏 就是我 我这个游戏既然都用Unreal了 我为什么不上一个PC版 为什么不 说不定将来这个PC版 也可以移植到Console上面去 所以认为大趋势呢 是会上一个 跨平台的这个投资 那么我现在看到的 一个项目 投上这个 上亿美金的投资的 这种 有这样的投资的 这种热度的这种投资人 现在已经超过了 就是两只手数不过来了 已经是两位数了 就是单款项目 投入超过一亿美金的 已经超过两位数 已经达到两位数了 就是中国的投资人 已经进来了 虽然是一代投资人 但你知道一代投资人 就是说得见到钱 他才来 他才来投 对吧 见到原神了 就见到钱了 所以呢 这个对于整个行业 是件好事 所以我看到的未来呢 就是 这 就是下一页 就是讲这个未来 你看 跨平台成为主流 U4 U1引擎成为主流 然后呢 国产的新生代 就是国内的这个 就 中国 你少个中字啊 就是中国的这个新生代的这个用户啊 现在我们发现呢 也接受不了这个 就是挖坑的这种付费模式 对吧 这个大家都看到 所以你会发现 呃 现在大家不要犯一个傻 就是什么呢 因为中国玩steam 玩pc console的这些用户 接受不了free to play 这些啊 付费模式 导致我们在设计手游出海的时候 也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说啊 我的手游是不是也内容付费 啊 然后这种挖坑的这种 这个道具付费的这种模式 我都不做了 错的啊 我我给你们纠正一下 不对的啊 老外现在还没有被 中国的这个付费模式 坑到极致啊 还不至于那么聪明 所以呢 给老外做付费呢 你们照样挖坑去啊 老外的手游 玩命挖坑做 但是老外的pc console 我建议不要就是 就是不要盲目的学习原神 啊 我认为盲目的学习原神 不一定对啊 原神这个案例 不一定好复制 啊 我强烈建议呢 你们在守老外这个市场 国外这个市场 啊 玩命在手机上拉付费 然后在pc console上做口碑 啊 我认为这个应该是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意模式 啊 或者你们要如果不做跨平台游戏呢 你就只做手机版 你也别想pc console的事 如果因为你为了做pc console版 你为了做口碑 你把你手游的付费潜力给弄没了 啊 这个是我不我不建议的啊 这是我给各位的一个提示啊 所以我 我觉得呢 像codm的那种方式是比较好的 就是它是一个另外一个游戏 玩法也不一样 名字也不一样 它叫codm 它不叫cod 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好的付费模式的设计啊 但是呢 前提是请大家注意 你最好是先上pc console 啊 最好不是先上手游 啊 先上手游 如果再去往pc 或者同时上都可以 如果你先上了手游 一年两年之后 啊 你再去做一个pc console版 这个口碑啊 我想往上走是比较困难啊 这是我给大家提示 不一定对啊 这个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小建议 嗯 游戏行业正在发生几个变化 我我我我应对一下 就是呃 去年我讲的就是呃 美的这个游戏的收购 现在特别疯狂 呃 将来他们没有太多收购目标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转向中国 那今年呢 我们看到的情形呢 就是至少我知道 呃 我聊过的公司 已经有好几家卖给老外啊 就是中国公司啊 所以我我不是每 我我不是每次过来瞎演讲的 我演讲都是有干货的 所以请你们再次注意啊 目标去盯一下欧美的资本市场 不是简简单单只做欧美的玩家 只在欧美赚钱 因为在中国的资本市场 大家也看到 有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 政府的这种监管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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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趋势啊 只能是更严啊 不是更更放松 所以中国的资本市场呢 你们就不要再考虑太多了 那如果你们就是有有这个 我相信在座的绝大多数公司 你们背后都有VC 都有投资 对吧 只要你把公司做到一定程度 那VC投资这些 这些背后的金主 它怎么套现呢 啊 你们在想到这个这个资本化变现的时候 你们还是应该多看看国外 啊 基本上我是非常认可呢 就是花老外的钱 赚老外的钱 然后呢 培养中国的那个 这个优秀的游戏 游戏人才 我觉得这个才是正确啊 就是我相信中国政府 应该不会反对我们去 赚老外的钱 对吧 这个老外的青少年 这个他们如果也没有这种 这种政策的话 反正玩我们的游戏 中国政府也不会管 对吧 我觉得大家往这个方向上 多想一想 认真的想一想 PC console这个领域 跨平台这个领域 我们有什么机会 应该怎么样杀入 啊 是不是真的需要一亿美金 去做一款游戏 这个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啊 所以呢 我现在关注的什么呢 就是全世界的这个游戏开发力量 正在发生变 什么几个变化 我大概给你讲讲 我观察到几个变化 第一呢 就是独立的 大的游戏工作室 几乎已经绝了 没有了 你们去看一下啊 现在这个腾讯又刚刚收了那个苏莫 苏莫是在英国有一个四百多人的 其实它是一个传统的外包公司 啊 我们乐游原来卖给 卖给腾讯的那个乐游 在英国那公司叫 Splash Damage 那也是350多人的一个大的外包公司 啊 最后你会发现现在这个市场 外包公司都被抢得头破血流的 就外包公司什么概念呢 就是我们 我没有什么自己的IP 我都是在给别人做游戏的 就不会再接外活了 那你如果是一个大公司 你还想去把你的游戏包出去做 因为你在游戏公司内制作太贵了 对吗 你想包出去做 你发现你没地儿可包了 这个问题会怎么怎么解决 我引发大家思考啊 所以呢 如果在座的各位 你们想做一个面向欧美游戏市场做的外包公司 现在仍然会有很大的机会 因为欧美当地的外包公司已经被买光了 你想想 英国的公司 大概一个人月是七八千美金的成本 报价爆出来呢 是一万美金出头 一万美金到一万两千美金一个人月 这是报价 你们算一算 如果你们所在的 如果是中国的一个二线城市 甚至三线城市 如果你有一大帮会 就是做欧美的这个高端美术的人才 或者会用Unreal引擎制作程序的人才 你能够接整包的项目 那你能够赚很多很多很多钱 所以我认为整个呢 就是全球的这个游戏开发力量的这个这个转换 应该现在大规模的在往中国转 因为中国现在有大量的钱 涌过来来培育Unreal的人才 培育做3A的人才 那你会用Unreal了 你虽然就在手里做的可能是个手游 但是你明天如果接老外的一个Unreal的外包 你就会做了 因为你已经会用Unreal了 我觉得中国的Unreal的人才 未来会大爆发 中国的人口红利虽然现在没有了 当然了这个三代政策 看着国家这决心也有可能再有一波 但是呢中国的工程师人口现在是疯狂的涨 就是这个几万几万的这种程序员每年的在毕业 我前段时间去了一个这个二三线城市的一个游戏培训基地 我听说他们每三个月能毕业两千个学生 教Unreal的 教美术 我都吓死了 我说我把这个话给老外讲完了 老外真的就直接下巴掉在地上 那你未来如果再想找几百人上千人的这种 就是比较便宜的这种游戏制作班底 你上哪去找 对吧 我刚才已经讲了欧美这种大的班底都已经被收光了 要不就做自己的游戏了 人家不给你做外包了 那么像什么像什么印度啊 这个越南啊 这些地方还都没起来 对吧 我相信中国未来会有这种上万人的这种大的这种这个美术外包公司啊 应该报价非常非常便宜 全一水的都会用Unreal 你要做手机手游我也会 你要做console我也会 如果你做一个console 你可以同时把手游包给我 我直接给你包了 手游我连设计带制作一条龙服务 有没有可能 完全有可能 我认为这是个大机遇 所以我有一个大胆的预言啊 我认为你们往前看20年 是日本人这个这个用他的游戏大杀四方的20年 但是如果咱们从咱现在往后看20年 应该是中国人用中国的游戏研发力量 大杀四方的20年啊 我认为不出意外的话20年到20年的时间啊 我未来世界上50%以上的游戏会是中国人投资或中国人开发或中国人参与开发的游戏 你们不信等着看啊 而且我先我觉得日本的人口没有咱们有优势 我觉得再加上咱们的人口优势 我觉得不光是咱们原创的游戏还是咱们投资的游戏还是咱们制作的游戏 我认为占到全世界所有平台超过半壁江山是完全有可能的 所以在座的各位你们手里如果有研发力量这四个字 这个就是你们最大最大的value 你们一定要把这个研发力量培养成跨平台的跨国际的 这个就是能够有就是国际的这种交流能力的力量研发力量 未来这是不可多得的这个价值啊 在全世界现在都已经稀缺了啊 找不到了 那另外我想讲的一个重大的变革就是AI 其实大家很多人研究AI这个怎么打游戏啊 我觉得这个是相比来想还是一个比较小的领域 我认为AI真正给游戏行业带来最大的变革是游戏开发 就是AI的开发工具不得了 你们在座各位应该听说过那个GPT3对吧 就是那个AI能够就是说跟你聊天 用现在用GPT3跟你聊天基本上已经通过图灵测试了 就你可以聊个两三个小时你都不知道你在跟一个机器人在聊天 他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了 那这个东西呢对于游戏开发呢还是小事 但真正我最近在全世界看到的很多工具呢 是让你能够比如说举个例子有一个叫Promethine AI 这个这样的一个工具 它能够让就是用你说话的方式 就是它就帮你把这个美术场景构造出来 你就跟他说我说这有一条河 然后河边种上树 然后那边都铺上沙子 你就这样给对着话筒讲 然后他就给你生成出来 你们觉得这个东西很奇怪吗 很难吗 其实不难 其实这个比那个AlphaGo 其实也没有难到哪儿去 你们仔细想一想 你让AI去学一学 那个核 树 石头 应该这个 你让他学一万棵树 学一万块石头 学一万条河 他怎么可能自己画不出来一条河呢 自己种不出来一片树林呢 他可以说 你东边的这一片那个草 你都给我种上草 这个草呢要稀疏一点 矮一点 对吧 你说这边都是沙漠 里面零零星星长一些草就行了 你就变成一个美术总监了 你知道吗 然后这个AI就变成那个下面的美术 他就可以帮你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这个东西就已经近在咫尺 就在眼前 已经出现了 这个不是耸人听闻 然后现在那个最新的那个 AI编程工具啊 这个像像路外脚本这种东西 你可以用中文跟就是普通的那个英文 普通的正常的语言 自然语言跟他讲 这个窗口拉大一点啊 然后这个 然后你比如说那边 从这个出生点这儿有 有那个每隔20分钟出一波怪 出一波什么怪呢 是那种 反正你在那个 你在那个库里面选这个怪啊 然后你就这样说 然后那程序题你编出来 我觉得这个 这个根本不是梦啊 这个很快就到了 所以呢 那在座的各位呢 也不要想就是说 你手里拥有一个几百人的一个研发力量 你是一个永久能够保存在手里的一个 就是不得不不得了的一个高价值的东西 也不是啊 真正不得了的高价值的东西是一个活的IP啊 那你手里有几百人的团队呢 近五年到十年你可以赶紧卖的 会有价值 但十年之后 说不定不需要了啊 这个AI的工具可能就直接代替了你下面80%的人 那么我觉得呢 就是3A游戏的开发成本 现在是玩命的往上涨 对吧 可能从几亿人民币变成几亿美金 但是呢 我认为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里 由于AI工具的这个出现 我认为应该是 掉头向下 3A游戏的高品质游戏的开发成本 会掉头向下 所以那个时候全世界会发生什么 还有一篇吗 对吧 我没超过时间吗 对 Metraverse 还有时间是吧 那个你告诉我 还有几分钟啊 对对对 那差不多 因为我就单讲 我未来看好的商业模式 我认为Metraverse 因为我现在这个 大家看到我的title已经不是乐游科技CEO了 我的公司叫MultiMetraverse 我很喜欢Metraverse这个词 但是我不太喜欢他们现在给Metraverse下的定义 我可以在这跟大家交流一下 我认为他们给Metraverse下的定义里面有几个误区 首先第一大家都想去学那个Radio Player One里面玩家一号里面那个绿洲对吧 那个Owison 其实我认为那个不是大家想要的东西啊 如果在座的各位是游戏玩家的话 大家不是投资人的话 请你站在游戏玩家的脚就去思考一下 你愿意把现实世界整个搬到虚拟世界里面去吗 你在那个虚拟世界里还要上学 还要打工 还要挣钱 还要有公司政治 还要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大佬过来欺压百姓 那这个东西我去虚拟世界干什么呢 其实你们仔细想一想 原来有一个很俗的词叫word to world 对吧 虚拟世界 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不讲了呢 那个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大家都在用word to world 为什么现在突然就是 突然好像觉得用Metraverse很高大上 这个东西跟word有什么区别呢 大家想过这个区别吗 其实唯一的区别 我看到的唯一的区别 就是现实世界的东西能够进到虚拟世界里去 能够跟现实世界互动 就是因为Fornet里面开了一场演唱会 然后呢Tim Sweeney就站出来说 我们这个东西叫Metraverse 就不讲world 这他们有什么区别 你们各位仔细想一想 如果把现实世界都搬到虚拟世界上去 那虚拟世界里还有什么快乐 我认为呢 应该把现实世界里体验不到的快乐 在虚拟世界里头用dream的方法把它实现出来 这个才是我们做游戏系的人 应该对世界做的最核心的共享 对吗 我们不是就生生地把现实世界搬进去 我觉得把现实世界搬进去这个事 这个有好多人都可以做 那不是我们做游戏的人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做游戏的人应该是在虚拟世界里 创造了一个他们在现实世界享受不到的空间 一个完全另外的一个 一个world 在那个world里面 我应该获得很多快乐 我认为这个是正确的这个理念 所以为什么讲这个Multi Metaverse呢 就是说你今天去电影院看一个两个小时的电影 明天你又回家再看了一个十个小时的电视剧 你发现这个电影和电视剧可以完全没有关系 你可以两个小时非常沉浸地生活在电影的世界里 你体验到了快乐 然后你出去电影院就结束了 电影院有要求你注册吗 电影院有要求你留手机号吗 留你们家地址 电影院里要求你40天留存 30天留存 电影院有要求你这个 注册一个账号之后还要选一个Avatar 然后你跟你周围的人 周围一起看电影的人还得交个朋友 旁边还得握握手 互相让虚拟的Avatar还打个招呼 电影院会要求这个吗 不要求 看电视剧要求吗 不要求 这不都是娱乐产品吗 为什么游戏就要特别呢 游戏就一定要要求你注册 要求你一辈子生活在 跟所有的人 所有的朋友一起 生活在一个虚拟世界里 用一个社交关系链 用一个虚拟身份 用一个虚拟货币 统一的 这合理吗 所以我为什么叫multimateverse 我要改变这个设计 我觉得这个设计不对 大家不要把metaverse这个词 用坏了 所以当然呢 具体multimateverse 这公司更多的做什么 我们期待我们未来的新闻 我今天主要还是经验分享 就不做自己的广告 好吗 那就这样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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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